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穿戴假货引起非常大争议的人气网红冲击 17号在IG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并表示已删除了所有穿戴假货的照片影片 然后在昨天,从基亚的所属公司也正式发表了声明 首先在声明中否认了所属公司是由中国公司赞助投资的谣言 并表示没有收过任何地方的投资 然后对于公司为了塑造形象给从基亚提供豪宅的谣言 公司表示没有提供一块钱 这家是从基亚做模特以及用YouTube赚来的钱租的房子 最后对于将假货当成是正品接受的指责 公司表示,从基亚没有说谎 目前将名牌开箱影片转换成未公开的理由 不是因为将假货当成正品了 而是因为在介绍商品的时候 身上穿戴的是假货,所以才会下架整个影片 而目前生下的影片照片都是正品 都可以用收据来作证 但是在公司的声明之后 网友们找出了在眉山处的照片中 从基亚代言Dior香水的时候使用的Dior包包也是假货 而今天公司再次发文承认了 该Dior包包是假货,但是没有恶意 那是从基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漂亮所以才买的 从基亚不会做为了让假货看起来像是正品 而在海外买特一级的努力 大部分都是在不知道是假货的情况下 只是因为漂亮而买的 如果从基亚为了将假货当成是正品而购买的话 一定会责备他 但是99%都是不知情而买的 不过带着假货出演送路机用的部分 确实是有问题的行为 然后从基亚在行为LV卖场买LV运动鞋送爸爸的影片 也是被网友们留言质疑后就马上下架的理由 公司表示 这运动鞋是LV正品 只是因为影片中的视频是假货而下架的 但是是否是在韩国买的还需要确认一下 公司最后表示 我们没有故意塑造从基亚很富有的形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应该要删掉所有的贴文 但是仍然出现我们没有发现到的假货 所以感到非常遗憾 而目前从基亚的IG贴文数也是在持续减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没有塑造富有的形象 没有把假货当成是正品介绍 不知道是山寨而买的 说什么狗话 就什么话都必要说安静点多好 哇 太霸气了 竟然还背着假货Dior去拍Dior香水广告 没有把假货当成是正品 但是开箱山寨包包是事实吧 在影片说了是在百货店买的 但没有说是正品 喝酒了但是没有酒价 一开始还以为真的是不知道被骗了买了很多假货 看这样能筛选删出贴文 应该就是很清楚情况后买的 这所属公司的对应真的是无法理解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留言 跟公司发表的一样 从价可能真的不知道是假货而买的 为什么不肯相信呢 犯更大罪的人也很多 只因为假货需要被这么攻击吗 对于从价争议的最新后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害怕雷变炮的抢腕鸟 真的好可爱 跟狗狗一样 都看出来有在怕 为什么要假装不怕呢 可可 眨眼睛的样子好可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